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湖北襄阳市上法的访民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命案,有大案 当地政府都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被迫从区里到市里,到省里,我们注击合法的上法 上法以后,在5月1号那天晚上12点半 对北京的助金办马忠亮在我们乡凡公安系统被清除黑警察 利用雇用黑社会把我们绑架 深更半夜12点多绑架到河北的池县 在一路上不让我们吃,不让我们喝 马忠亮专门交代他们在黑社会人员 不听话就打,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 这是当时他们自己对国人教训我们说的话 我们到了池县以后,趁他们加油的时间 我们趁机向河北池县警方报警 过了有十多分钟,河北池县的警方把我们解救了 后来把他们控制住以后 我们才到当地警方的护送到安阳火事站 我们才返京继续向上级领导返用我们的怨气 可是我们到北京以后,8月5号 晚上12点半又被他们利用雇用黑保安 一万五到八千五一个人 把我们十个人又抢行的从北京 用两台黑面包摊把我们押送到河南的安阳 也是一路上下多少道雨,让我们不能上厕所 我们还有几个女公司,就在那高速马路上 她看到我们这些人在那儿撒尿或者解锁 他们多残忍,这都是事实真被讲不了的事情 完了以后,也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左右 又被河南城公安厅交警四大队的一个刘正伟 他们我们报警,他们又把我们解救了下来 这当时我们剩下的五个被命运黑车 押送了我们当地襄阳市的黑监狱 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在关押了人 这是我们一路上,一直到现在也不敢回家 四处流浪,逃犯 我们现在都不敢说了,其他人都不敢说了 包括这个老警察就绑架了 她说的都是事实,没有一点虚假 我们杀人兄弟现在笑话 我们受害人到处四处流浪,不敢回家 我们谁不想家啊,是吧 我们来深渊,他们就这样去 清河社会打我们,叫我们河里不敢来 叫我们不敢,闹不了进来 有冤不敢生,有仇不,不能报 有仇不,我们四处流浪,不敢回家 她说的没有一点假话 还有六个在那里关动 打你倒震荡五折,政府也不给敲 非叫他们写保证出采放 他们天天发歹心来说 他们身上喷你不得了,自己敲也不行 可以写了保证出采放出去 还有七十多岁的一个老爹爹徐万一 七十多岁了也被打 不相信打电话后 他们六感多,还在那里关到 就我们这一次就跑了 他们那一次警方没救到 他说这辆两个车 就是我,我就说了这 有十年半夜的保证 那么我,我借这个机会就是 把这个情况向社会相领导 欢迎欢迎 我,我是五个乡养市的冤民 我因此和乘委会的一个 既扩通的合同租负案 从今七年至今 已经五年 经过七十成年 冬季法院三次发缓 他冬季法院 看到这个 发缓的 这个程序 不符合中华人民 不过我最高的民法院 这个 发缓的 发缓权的 使用 基于他这个 不断的发缓 是我的案子 得不了 得不了 这个 解论 所以的话 从地方到中央 我上方了这五年 在这个五年中 到北京呢 每次遭到这个 向阳市租金办 忽用的那个社会的那个 可保安人员的读打 我是 护德生 向阳市 我叫王又花 我丈夫 在九八年 我们是搞批刀杨洛生的 在九八年 博民和社会 带了十几根枪 去了几十个人 把我丈夫当场打死 送残 一个残废 从2006年 他们把公安局 把凶手放出来 在我个个死烧烤 我认到以后 我打电话 公安局不得 邱局长说 我打邱局长的电话 邱宝强 他说 这案子跟我没有关系 这是我刚调来的 怎么 你去告吧 跟我没关系 我杀人凶手 跑到我门去 隔壁来吃烧烤来闹 他说 他说没有吃 没有人 他不出击 他说干的跟他也没关系 比例我几年上房 从2006年 我上了这几年房 现在只抓了两个 判了两个 怀有多名凶手 消耗法位 判了两个 一个都没有立即执行 故意杀人 我们检察院定了个故意伤害 我说人都死了 伤到哪里了 检察院说 故意杀人 跟故意伤害是一样的 我一样 你就给我改一样 我就不告你们检察院了 法院就是大案 小败 重案轻判 严重的违背了事实 违背了法律的真言 他们供检罚 都是和尚会的保护伞 我丈夫的命 他只判了六万 银红森 就判银红森六万 牛皮没判一分钱 他说 你兄弟没有钱 判的再多 谁给你啊 这是法院说的 我说 我一条人命 怎么支六万啊 六万他们就拿不出来 只给你两万 两万叫我去拿 我就没拿 他们报价 报了神 人告发说 我从法院拿了钱 我说 我没拿钱 我说 我要拿了一分钱 死我的儿子 我就法事 我在我身上 法院 这个法院我打电话说 我说 没有 他们就是法院造假 供检罚都造假 公安比把我人家 检察院报纸上 请了个记者到我家采访 说公安局 你这里照片 给打灰 打的蛋盘 在公安局都丢了 都没见了 我说 为什么 谁偷那干嘛呀 在搁了公安局 这些东西就没见了 我就说 这是公安局毁灭证据造假案 那报纸上都等等有 我这也有报纸 这就是我们相反记者 跟检察院到我家里问的 就过说的 说是公安局毁灭 毁灭证据 这些东西就造假案 我是 我变身 小洋市 盘检区原刑局 我今天在这里 是因为我儿子手臂砍掉了 从是 2008年 2008年3月7日的事 之中了30年 都一次刷刷以来 他这个案子给我离离了 就是不抓人的 我刚才在下面找了30年 就是找河头 比较我今天到的 都拜年来说 都是上方来 上方来了以后 都 捧了他 你捧了他们 对方保下 捧了他们 对方保下 对方保下了以后 就跟他们在上面的事 说的都是 一样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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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